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君主場的暗菲路球場門外聚集 部份球迷首次煙花以及紅色煙霧彈 整個畫面狂煙瀰漫 尼士街頭也有大派群眾走到街上 揮動利物浦的旗幟狂風唱歌 場面相當壯觀 斯坦福橋的比賽結果表明 利物浦和曼城的積軍差距達到23分優勢 即使曼城在淨落尼基的7場比賽全勝 也無法追趕利物浦 利物浦是英格蘭最新的英超聯賽冠冠 他們在1989至1990年賽季 贏得前清英格蘭甲組聯賽冠冠後 一直未獲得過英格蘭頂級聯賽冠冠 目前利物浦獲得球會第19個頂級聯賽冠冠 落後於萬元的20個紀錄 而在過去的12個月裏 利物浦贏得歐聯冠冠、歐洲超級杯 以及世界冠軍球會杯的冠冠 雖然新冠病毒疫情迫使到這個賽季停賽3個月 並推遲了利物浦的加冕 但他們仍然以創紀錄提早7名比賽贏得到冠冠 上屆英格蘭超級聯賽冠軍球隊曼城 領隊哥迪奧納在輸給斜路士的比賽之後 亦都向利物浦致敬 如果不是史無前例的停賽 否則利物浦必將打破最早奪得聯賽冠軍的舉錄 取而代之的是他們現時成為最遲獲得英超冠軍的級隊 下紀錄 最後 南韽 非常 十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